由美国操长努钦率领的美国经贸代表团 周四就美中贸易问题与北京展开磋商 由美国国会议员表示 美国绝不会继续忽视贸易不平等的问题 有关详情 下面我们立即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为我们介绍 一华 是的 暴容 由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等 七名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代表团 目前正在北京和中国讨论美中之间贸易争端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 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美国国会对此也多次对于中国的行为 和贸易不平等的问题提出不满 那么根据美国最新的媒体报道 指出了在4月5号到4月19号之间 这两个星期 中国已经取消了62,690公顿的大豆的订单 与此同时 中国现在也已经暂停了购买美国方面的产品 那么其中的豆类产品的订单 中国已经改由加拿大和巴西 主要是从巴西来下这个订单 那么对此呢 这个尽管目前国会是处在休会的状态 不过多位的国会议员呢 还是就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呢 在不同的媒体 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 来发表他们的看法 那么首先呢 来听到的是这个 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 李德众议员呢 他在星期三 在美国的电视采访的当中呢 他是特别谈到 美国目前呢 不会继续在贸易的问题上来让步 那么美国现在致力于改善 贸易不平等的问题 那么他相信呢 美国农民也有足够的抗压性 和这个弹性 来面对中国方面的行动 那么我们知道 一向对这个中国问题 采取比较强硬立场的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卢比奥参议员呢 他则是在今天在华盛顿邮报呢 发表了一份投书 那表示称美国呢 已经不能再继续盲目的接受 让中国在经济领域上 占尽所有的便宜 那么谈到目前美国大斗业者 所面临到的冲击和压力呢 我们在日前也采访了 卢比奥参议员他的看法 那么卢比奥议员 则向我们表示 他认为国际农业市场 这个机制呢 是存在的 那么供需的问题 会自己解决 我们来听听 卢比奥议员怎么说 如果中国决定 从巴西或阿根廷购买大豆 那原本向巴西或阿根廷 买大豆的买家 就会转来向我们购买 这可能会改变 我们卖大豆到哪里去 但最终 全球农业市场是存在的 如果中国转向新卖家购买 那新卖家原本的客户 就会自动转向我们购买 这些会自动解决的 但我们还是要强调 不平等的问题 那么卢比奥议员呢 他在今天的这个 媒体投书当中 还特别提到了 这个中国将目标 锁定在美国的制造业 那中国的最主要 终极的这个计划呢 是希望能够主宰 全球的出口市场 其中包括了 这个人工智能科技 以及新能源和机器人等等 那么在不久之前呢 也有几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到中国和韩国进行访问 那么其中四位的 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呢 也在星期四的时候 在这个媒体发表投书 表示这个呼吁美国政府呢 能够尽快地清醒过来 准备在这场这个美中之间的 经济贸易竞赛当中 来和中国竞争 主持人 是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即将在几周后举行的川金会 目前也是备受国会的关注 那么美国国会 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才刚刚不久前 落幕的这个两韩领导人的峰会呢 国会方面呢 是抱持着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态度 和回应 那么即将在这个召开的川金会上呢 这个有议员就提到说 这个文经会上并没有谈到这个 朝鲜的人权方面的问题 那么议员希望呢 这个在接下来即将召开的 川金会上面呢 川普总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和金正恩直接地讨论 在朝鲜方面的人权问题 那么这位议员呢 是来自这个 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籍 众议员他同时也是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 他在这个星期三是推出了一项法案 能够要求川普总统 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川金会上 直接和金正恩 谈论朝鲜的这个人权问题 那么这项法案 他在发出之后 提出之后呢 他也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 我们接下来可以请导播来播放一下 这份声明的这个内容 那么他这个鲍伊尔议员呢 他在他的声明中是特别谈到了 他推出法案的目的是 希望提醒白宫 与朝鲜进行谈判 务必要体现美国价值 展现对朝鲜人民的 在人权和生活福祉上的担忧 一个是人民处于饥荒状态 谋杀政敌的残暴独裁者 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 那么同时他也提到说 这个川普总统呢 必须意识到他的言论 将会产生后果 尽管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 是一项重大的进展 但我们同时不应该将 朝鲜政权的暴政来常态化 那么多位除此之外 在我们采访这个国会的 这个过程当中 也多位的议员呢 也都向我们表示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也都希望川普总统 能够利用和金正恩 直接面对面的场合呢 来谈论朝鲜的人权问题 不过呢 这个和朝鲜的人权问题呢 是否会成为川金会上 一个最主要的焦点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 所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报容 好的 感谢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感谢观看